多哈当地时间晚上七点 中国跳水队准时出现在哈马德水上运动中心 根据安排 他们将进行三个小时的晚场训练 这个点才开始热身和路上训练 对于大家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不会那么紧张吧 觉得自己也慢慢变得 成熟一点了吧 公开水域游泳 水球 游泳和高台跳水六个大象的角逐 跳水 全红禅 陈雨昕神仙大驾 全红禅和陈雨昕将在女子单人十米跳台 再次上演精彩对决 全红禅在去年亚运会显胜陈雨昕 但是在全国跳水锦标赛和多哈市锦赛选拔赛 两次输给陈雨昕 这次全红禅能否击败陈雨昕 是我的水 知道了 知道了 是我的水 是不是因为没有那个淋浴 就赶紧弄点热水 陈雨昕已经实现市锦赛三连冠了 全红禅要冲击跳水大满冠 就要在市锦赛上登顶 全红禅的天赋很高 但是稳定性不如陈雨昕 不过这次谢思义付出 有大师兄照顾全红禅 不知道全美能否静下心来 跳出更稳定的表现 多哈市锦赛跳水项目是确定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席位的最后一战 对于去年已在福岡市锦赛 拿到奥运会满额席位的中国跳水队来说毫无压力 而以赛带电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 成为了此行的主要任务 在激烈竞争的男子跳水赛场 杨昊和练剧节将出战男子双人十米台 去年的福岡市锦赛 中国跳水梦之队 曾意外丢掉男子单人十米跳台项目金牌 此次杨昊搭档老将曹元出战 能否夺回冠军值得期待 男子单人三米板项目 曾在东京奥运会上 斩获两枚金牌的老将谢思义重新回归 他将搭档队友王宗元联手冲金 六点钟就出发过来训练 好像我从来没有就这么晚训练过 可能也是史无前例 这也是一种磨练 这些对于能争善战的孟之队来说 磨合起来不是难事 但是无法控制的场馆温度 让他们有些苦不堪言 从训练局常年保持在30度的室温 一下子到了体感温度 只有20度上下的比赛场馆 这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水特别冰 然后场地空调开比较大吧 但这两天其实已经好一点了 也在慢慢的适应了吧 确实今天是比刚来那天是 也不知道是真的暖和一点了 还是我已经适应了 反正感觉上是好一点了 对于他们来说 一切困难都会坦然面对 即便场地里只剩下中国队 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 以丝不苟地坚持到 训练关门时间的到来 此次世锦赛 中国队没有了抢夺奥运门票的压力 但是作为国内奥运阵容的 最后一战选拔赛 考察的是哪位主力 面对抢手的心态 和在大赛面前的抗压能力 能否敲开奥运的大门 本次比赛可谓至关重要 女子跳水赛场 中国队则有着更强大的统治力 女子担任十米台项目 全红蝉陈雨昕将再度上演巅峰对决 这次究竟是谁的水花消失数 更胜一筹 我们拭目以待 在女子三米板项目上 中国跳水队同样实力超群 昌雅尼 陈一文 这队组合既是双人项目搭档 也将在单人项目展开对决 游泳 16岁少年张展硕 占五项堪称狼模 李宾杰是唯一出征的奥运冠军 由于游泳项目的备战时间较长 运动员往往需要根据大赛调整竞技状态 中国游泳队包括王顺 叶诗文 张雨飞 秦海洋 徐家瑜在内的多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将缺席本届世锦赛 而中国派出的21名参加世锦赛游泳项目的运动员 将由小将调起大量 礼宾杰 盘展乐 徐怡婷 唐秦婷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后起之秀费立伟 张展硕 董志豪也将亮相多哈 同样是在卡塔尔多哈 202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将于2月2号至18号进行 中国游泳协会官方网站今天公布了中国游泳队参加多哈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名单 中国队派出21名运动员参加游泳项目比赛 4名运动员参加公开水浴项目比赛 张宇飞 汪顺 秦海洋 叶世文 严子辈 徐家瑜等多位名将 不在这份名单当中将缺席本次比赛 礼宾杰作为国家游泳队 本次出征多哈世锦赛的唯一一位奥运冠军 有望在世锦赛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赛场上 冲击一枚胆向金牌 此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次世锦赛有很多强劲的对手 但我会尽力去拼把握机会 曾在去年福岡世锦赛收获女子200米 哥尔混和勇铜牌的浙江19岁小将于一婷 在家门口的杭州宴会中 游出2分07秒75的成绩 经过东迅 徐一婷有望通过本季世锦赛 练兵巴黎的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男选手方面 同样来自浙江的潘展乐 在福岡世锦赛男子100米自由泳中 游出47秒43的成绩位列第四 遗憾未能站上领奖台 而在杭州宴会上 潘展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以46秒97的佳绩 打破亚洲记录并夺冠 这一成绩放在世界依然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此次出战 温州小伙有望冲击该项目世界冠军 此外 16岁的山东小将张展硕 将迎来自己第一次成年国际大赛 去年9月试青赛上 他在400米混合用项目中 以4分12秒自私夺得亚军 成为该项目历史最快的16岁及以下选手 去年12月10日 张展硕一举获得2023年 全国游泳锦标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此次出战世锦赛 张展硕堪称中国游泳队的老模 他将参加男子400米800米 1500米自由泳 以及男子200米400米混合泳 5个项目的比拼 而在福岗世锦赛上 刷新男子200米挖泳世界青年纪录的董志豪 是中国挖泳的后起之秀 他有望在本届世锦赛重击奖牌 同样值得期待 花泳 水球 公开水域游泳 高台跳水 各具看点值得期待 去年的福岗世锦赛上 中国花游队取得了三斤一银一同的成绩 中国花游史上第一位男子运动员 十号鱼 已是市锦赛五期元老 本届赛事全项目参加的中国花游队 能否再创佳激令人期许